新任的我国驻纽约总领事夏宫权,今天下午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赴美旅行。 行政院新闻局驻纽约新闻处主任陆以正,今天也搭乘同一班飞机返回美国任所。 今天在台北13机场受刑的,除了有各国的外交使节之外,还有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 政务委员周舒凯,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马树里等人。 夏宫权总领事过去曾经担任过我国驻纽约大使和我国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